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分享的是一些防曬的產品 我想回頭 原來我分享防曬的產品 都已經有年半之前 我剛剛拍片的時候 沒多久 就分享過一次防曬 之後到現在都沒有分享過防曬 所以也有朋友留言給我 問我什麼時候分享防曬 所以現在就找了一些我經常用的防曬出來 分享給大家看看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了 第一樣要分享的防曬 就一定是這個品牌 讓大家看看 就是Dream 4的品牌 相信藍色這一支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我很多影片都出現過 例如今天的日常狐狸 我都出現過 這個防曬藍色這一支 我用過很多支 就是超過幾年了 那這支是怎樣呢 這支也是專科的 那就逐支逐支說吧 這支呢 這支呢 要用澳洲才能用的 對了 這支出來呢 給大家看看 唉呀 我這支都用了 差不多用完了 沒什麼的了 對了 給大家看看 它的質地呢 是很柔質的 大家看一下 對了 它呢 很容易推的 推完之後呢 其實你看到很薄 還有毛色 還有呢 它很清爽的 完全你是不覺得有黏的感覺 當然啦 如果你是油性肌的話 可能你會覺得有一點點感覺 但相信都不是黏的 這支防曬呢 其實我真的蠻喜歡的 也都蠻推介給大家的 因為一來 它價錢真的很便宜 二來呢 它的質素 真的一點都不差 那如果大家想找一支 又便宜又不黏的 又清爽的 其實我真的推介這一支 而且這一支呢 都是無香料 和無礦物油 和無色素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的 這一支我真的超級推介給大家的 那另外這一支的專科又怎樣呢 我再接給大家看 對啦 這一支 這一支呢 雖然它大家都是專科的 但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大家看到它的質地 比剛才那支是稠一點的 這一支呢 是比較像乳液的 剛才那支呢 比較流質一點的 對啦 但是你看到它呢 雖然是乳液而已 但是也不難推的 那當然啦 它的質地呢 比剛才藍色這一支 會是厚一點點的 但是其實都不算很厚的 那這一支呢 那這一支呢 橙色這一支 和藍色這一支呢 都是一樣的 都是酸科的 都是無香料 和無色素 和無礦物油的 但是它有什麼分別呢 兩支都是酸科 它分別呢 這一支呢 會比較保濕一點 和滋潤一點的 因為它裏面呢 有Q10的成分 和透明質酸的成分 和透明質酸的成分 所以呢 這一支呢 會比哪支呢 會再滋潤一點 保濕一點 但是其實它的質地呢 都不會說真的 很厚的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說清爽度的話 一定是這一支 會清爽很多 剛才大家看到它的質地 它都比較流質一點 那如果你說這一支的話 我推介給一些乾性 或者你是偏乾啊 或者你是混合性 或者你是混合性 我也覺得OK的 如果你是油性的話 就未必適合它 但是呢 兩支對我來說 我都很喜歡的 特別如果專科這一支的話 我夏天呢 一定是用它 其實因為它真的超清爽 和超輕型的 不厚的質地 但是其實這一支我都喜歡的 那看我皮膚情況吧 例如我 秋天啊 這些 都不算很熱啦 那我的皮膚又乾呢 我都選擇用這一支的 只不過夏天我就一定用這一支 所以兩支我都推介給大家的 然後要分享的呢 就是這一支 讓大家看看 這一支防曬呢 就是一支草本的防曬保濕魚 那為什麼它叫草本的防曬呢 因為它裡面呢 就添加了一些草本的成分裡面 就是有些植物的成分裡面 它的植物成分呢 還要由它們的自家農場 自己去栽種的 裡面呢 還要是不含農藥 再加上沒有含色素 也都沒有含抗物油的 它也都標榜著 連六歲的小朋友都可以用的 對了 那我先讓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嗯 它的質地呢 其實是偏枝梨狀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像枝梨狀的 其實它推開呢 都很容易推的 對了 你不會覺得它很厚好成的 你推開之後呢 你的感覺上呢 皮膚也是有保濕度的 那也都是 因為它裡面 有植物的成分 就是例如這個 楊金谷的精華感 大家都知道 楊金谷有什麼用的 楊金谷呢 它都可以幫你舒緩 或者和修護的 還有它裡面 也有添加到 這個透明質酸和金油的 所以這一支防曬呢 我覺得它不是普通的一支防曬 那麼簡單 它防曬得來呢 也有這個護膚的成分在裡面 那說一下它的質地 我呢 就是一個敏感性偏乾的皮膚來的 那我用起來 我覺得 你說是否100%清爽呢 那我又覺得未治癒的 但是你說用起來又黏不黏呢 我又覺得它不是真的偏很黏的那些 當然啦 你塗完之後 是會有些 對呀 我臉是有一點點感覺 有些塗了東西的感覺 但是你不會覺得 哇 很黏很黏的 又未治癒的 所以其實這一支呢 我都幾推介給大家的 因為我近這兩個月左右 兩三個月 我都用這一支多的 因為它裡面都 因為它的成分 都比較天然 再加上它自家農場 就是自己栽種出來的植物成分 那令到我覺得很安心去使用 就是很安心去使用 它很多 就是它都標榜著 是落水的小朋友都用蛋 所以其實我一直用著 用了兩個多月呢 我都覺得蠻好的 完全是 嗯 就是沒有出現敏感 也沒有因為它過焗 或者遮沙的暗瘡之類的 我都沒有的 所以其實這一支 我都幾推介給大家的 嗯 記住第四支防曬呢 就是這一支 給大家看一下 嗯 這個牌子呢 是來自澳洲的天然護膚品牌來的 那這一支呢 其實呢 我在去年的 我忘記了是去年的夏天味 還是去年的冬天的時候呢 我就收到它的試用來的 不過呢 我收到的試用那支 已經是用完了 然後這一支呢 就是自己自購的 為什麼自購呢 講起這一支呢 很有趣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應該是去年夏天味 我收到它的試用的時候 嗯 我用下去呢 不太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 咦 質地好像挺厚的 那我現在不如擠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質地呢 就是這樣的 然後推開 對 你要覺得它的質地呢 比剛才那幾支呢 是比較難推一點點的 對 然後呢 那時候我去年收到的試用的時候 我一用 嗯 不太喜歡的 好像有點滋滋的 有那種感覺的 然後呢 我就放在裡面 就沒有用它了 然後呢 上年的冬天 然後呢 我拿回這支出去用 拿回這支出去用的時候 咦 嘩 為什麼我覺得很棒呢 就是在冬天呢 炒到面上 完全不覺得黏 還有不覺得乾 所以呢 然後呢 我很喜歡這支 然後上年的冬天呢 我就已經用完了 然後到現在 今年呢 差不多 因為現在快要冬天了嘛 然後我前夜呢 再買多一支 然後最近啦 最近的天氣都不是很熱嘛 我周不時都有用它這一支的 不過我也是打算留它來冬天用的 所以呢 這一支我都很推介給大家的 還有它是來自澳洲的嘛 還有它是來自 它還要通過世界 世界上最嚴謹的地方 就是澳洲 它通過澳洲的檢測的 認證的 所以這一支防曬呢 都很推介給大家 雖然我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不太喜歡這一支 因為夏天 我已經告訴大家 如果夏天的話 真的不太適合用的 因為它的質地有少少偏厚 當然不是很厚 但也有少少偏厚的 因為如果夏天的話 大家追求的防曬呢 都是想追求一些比較輕身 清爽的質地嘛 但是這一支呢 它就不是完全很清爽的 所以呢 當初夏天用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不喜歡 所以今年啦 差不多到冬天了 我就馬上買回它了 所以這一支其實 我都很推介給大家 還有它裡面啦 它跟這一支呢 有少少相似的地方 就是不單止是一支防曬那麼簡單 它裡面也有一些 護膚成分的精華在一邊 就是幫你保濕滋潤啦 再加上有防曬的 所以這一支 我都很推介給大家的 最重要呢 它還要通過澳洲的認證 那所以呢 真是很推介給大家 否則今年也不會買回 對了 這一支 最後一支防曬呢 就是這一支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牌子應該大家都不陌生的了 就是Sea Natural的 對 香港的自家天然品牌來的 我之前也分享過一些護膚品啊 Mars 那些呢 我都很推介給大家的 唯獨啦 我試了這一支 因為我試用來的 那我應該收了兩個多月 接份就來三個月了 唯獨這一支防曬呢 我真的不太推介 那為什麼不推介呢 那這一支防曬呢 它是一個物理性的防曬來的 就是你可以說是很敏感的皮膚 用都沒有問題來的 因為它裡面不是一些爆防曬 它是物理性的防曬來的 那你說物理性的防曬呢 有什麼好呢 我覺得是各有各好的 首先大家看看它的質地先啦 它的質地呢 切出來呢 都是偏厚的 然後呢 它是比較難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你塗少少的份量呢 你已經可以足夠塗整塊麵的 但真的難推少少的 那為什麼呢 還有它有些防曬 就是大家看一下 泛白的情況 那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呢 就是一些物理防曬的缺點 因為 首先我不說它泛白的情況先啦 因為我兩個幾三個月前 收到它的使用力 那大家看一下呢 我大概用了這麼多的 就大概 不過整支呢 可能呢 我平時是這樣打平帶的 然後現在呢 不是看得那麼清楚 我大概用了這裡這麼多 用了很少的 那我首先說一下它的質地先啦 它的質地呢 是偏厚的 大家剛才已經看到了 很難推的很厚 而且我這麼多支防曬 剛才所分享的防曬 來說呢 這一支呢 我覺得是最厚身 最焗的 還有一些偏粒身的 那所以呢 其實 嗯 你說我推不推介呢 我真的一般推介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超級敏感肌的話 我就推介給你的 就是因為它也是物理性防曬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敏感的皮膚用的話 是完全不會有刺激 不會有導致敏感的情況的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我會推介給一些超級敏感肌去用的 那 就好像我這樣的話 如果我今天真的敏感緊的話 那我就會選擇用這些 物理性防曬 那如果 我平時沒有敏感的話 我都會選擇用一些 化學性的防曬 因為始終它們 是比較薄身一點 我覺得我很喜歡那些 而且不會泛白 那但是 嗯 如果這一支的話 物理性防曬的話 就是覺得 各有個缺點 還有各有個優點 那優點 剛才大家都聽了 就是你敏感皮膚都用得 那但是 嗯 就是 缺點的話 剛才大家都看到 它有泛白的情況 而且它很難推的 那對於我來說 我就不太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有泛白的情況 所以 這一支 就是見仁見智的 那它不是不好 那只不過 如果你是一個很敏感 還有你皮膚很乾的話 那我建議你用這一支 最重要的是 敏感皮膚 就是一定可以用到 這些 那麥麗性防曬 對了 那還有用這些的話 你就 那個 用量 真的控制得很好 你不可以用很多 如果你用很多的話 你很難推得開 那但是 如果你用得少的話 我呢 又很怕它 防曬不夠力 其實我覺得是幾難看 就是去控制它 所以 大家呢 要很小心地去 去用 就是那個 份量那裏 自己控制得很好 那 如果大家 真的不介意 一些泛白的情況的話 那我覺得 大家可以 去試一下 那對於我來說的話 我就覺得 嗯 自己不喜歡的話 其實就很難 說自己喜歡 那所以 我自己呢 就不太推介 對了 那今天所分享的那麽多支呢 總括一下先啦 那如果你說 你是一個要求 超級清爽 完全是沒有一些感覺的防曬的話呢 那我就會推介你用這一支 對啦 專科的這一支 藍色這一支 因為它真的 那麽多支來說是最薄的 我用得最多的呢 亦都是這一支 特別夏天的話呢 我呢 我更加是一定用這一支的 對啦 那冬天的話 就看心情啦 冬天其實 都是比較少用它的 因為它就是 如果冬天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清爽的 所以那個冬天就很少 夏天的話呢 真的佔了九成時間 我都會用它比較多的 對啦 然後如果你說 你是要求它防曬得利 又有些保濕啊 這樣的效果的話呢 那我會推介 你們用這兩支 對啦 那就算這一支也好呢 因為這三支來講呢 我覺得這兩支 就比較輕型少少的 那這一支呢 會比這兩支呢 再滋潤少少的 那所以其實這三支呢 都是屬於 我覺得是 冬天是很適合用的 這三支都 如果 你說這支夏天用的話呢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也不是說真的超級黏的 都是比較清爽 都屬於清爽的一類 那如果跟專科的那支 藍色比較的話 當然是會 呃 厚身一點點 那麼多 但我覺得它我給那支 是保濕一點的 保濕很多應該是說 對啦 所以其實 嗯 看大家的 除大家的 要求啦 還有需要去選擇 那我覺得這兩支呢 對啦 這兩支夏天用呢 是完全沒有問題 對啦 這兩支 夏天用呢 完全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要求 盡一點點呢 就真的選擇 用這兩支啦 對啦 即是冬天呢 我真的很喜歡用這支的 最後呢 呢 我會推薦給一些 你不介意有泛白的情況啦 嗯 還有你是一個超級敏感肌啦 那我就會推薦你去用這支的 始終它真的不會導致你敏感啦 因為它真的是超級天然嘛 因為它是一個物理性的防曬來的 所以就 就是 因應自己的需要啦 自己去選擇啦 還有這支防曬呢 我撇除它 撇除一些白白 還有一些 很厚啦 這些情況 的話呢 說一下它 另外一個優點呢 就是它裡面呢 就添加了很多 就是護膚的成分 例如 玫瑰花水啦 然後還有一個 蘋果油啦 然後還有一個 甘油還是不知道什麼 我不是很記得啦 對了 不過我最記得呢 就是有玫瑰花油 在裡面 應該說 所以其實這一支呢 除了它的反白 然後 很厚啊 那些 那些 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支 它的滋潤度也挺高的 那如果 夏天的話 我也覺得不適合用的 它也挺滋潤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敏感性肌膚的話呢 我也覺得 你是推薦你冬天才好用 對了 所以是 因應自己去選擇啦 我覺得就 好了 今天分享的呢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